Lun Sang 寶貝 寶貝 HELLO 我想不少人跟我一樣 都是有養寵物的 那我就幾特別的 因為我有十隻小鳥 那這個是我的小鳥 那是一隻玫瑰葵花鷹舞 那你懂得說話嗎? 小鳥說什麼? 恭喜啊 哈哈哈 恭喜? 是啦 恭喜 那說回啦 那其實呢 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小鳥呢? 其實呢 有很大部分都是在街上收拾回來的 有些是我自己收拾 有些是朋友收拾的 那通常呢 都是一些寶貝 那他在打風下雨的時候 吹了在地下 那媽媽救不回來 那或者他本身呢 是有一些問題 是不適合野鳳的 那所以我才會把它 放在我家裡去養 那其實那時候 我讀營養的時候呢 反而呢 最初是讀了 鸚鵝的營養 那因為呢 都是一個 慘痛的教訓來的 因為那時候呢 初頭買了一隻 愛情鳥 那第二天呢 就死了啦 那我就很傷心 哭哭哭 那我就找一些課程去學的 那經過很多 學了不同的課程之後呢 就知道原來 雀鳥呢 需要很多不同的營養 還有呢 不同的雀鳥呢 你都要觀察他的健康狀況 那如果他們是一點 在不健康的狀況裡面呢 他們會隱藏的 那他不會告訴你 直到呢 你見到他那個問題呢 其實可能已經太遲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學懂 如何觀察他的健康狀況 那剛才呢 大家看到我的兒子了 那我就有十隻雀鳥 那分開各個過程裡面呢 就是原來雀鳥呢 都很需要營養的 那還有呢 有一些的 原來是 譬如我自己吃胎的 營養補充品呢 可以給雀鳥吃的 那但是當然 你不要亂來啦 那要 要看過那個成分是什麼 要認知了才好給他吃的 那有一件事 我是很喜歡的 就是 其實是一個 人體吃的 營養補充品 那它是一個 諾爾德長者去研發的 就是吃了之後呢 令你身體呢 加強了 有一氧化膽的一氧化膽 那一氧化膽呢 可以令到你的血管呢 是有些彈性的 彈性回來 那當彈性多了的時候呢 你血的流通量好了 流通量好了呢 即是說 你可以將養分 一些營養 都帶去你身體各個器官 那 那這件事呢 其實在人類來說呢 我就試過 譬如我自己喝了 就第二天天 精神了很多 平時呢 就是這樣 整天很睏 那 那 一些朋友的貓貓狗狗 有年紀比較大的那些呢 它會發覺呢 那隻貓呢 十七歲的貓貓呢 是真的 由經常不動呢 變到呢 是可以跳上去升盤 那 那他老公還在那裡說 哎呀 它太頑皮了 下次不要給那麼多 這個營養補充品去吃啊 那 另外就是 我實證啦 我那隻的熊耳碑啦 它又不會飛 變到會飛的 那所以 大家都要留意 你的寵物 夠不夠營養呢 不要只是一味 給它單一的食物 你也要了解一下它的需要 在不同期間 有不同的營養需要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 關於雀鳥 尤其是鸚鵡的營養呢 那可以留言問我 今天分享到這裡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你一起照顧你的主子